这是一座与世隔绝的生化实验基地 军方在这里秘密进行生化武器的研究 没想到实验室里的病毒不慎泄露 导致研究人员和驻地士兵相继被感染 最后变成了狂暴嗜血的丧尸 并且开始攻击其他人 虽然仅剩的驻地士兵奋力抵抗 但也招架不住源源不断的丧尸 眼看整个基地即将沦陷 驻地士兵的队长建议博士立即撤离 但却被博士当场拒绝 因为基地里的研究成果是他毕生的心血 他要想办法挽救这一切 就在队长准备强行带走博士时 一只丧尸突然将他扑倒 就这样 整个基地就只剩下博士一人 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病毒解药的研究 转眼间就过了十年 一支精锐小队奉命登陆这座小岛 他们的任务是取回生化武器研究的成果 并且营救之前失联的另外一支小队 但他们只有短短十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在这之前没有按下信号发射器的按钮 总部就会默认此次任务的失败 并且将小岛移为平地 时间紧迫 小队立马向研究基地的方向出发 可他们刚走没多久 就与一只丧尸迎面相撞 虽然小队早有心理准备 但面对真正的丧尸还是被吓得不轻 下一秒丧尸嘶吼着扑过来 队长和副队果断开枪将其送走 可枪声却引来了更多的丧尸 他们从四面八方不断涌来 小队只能边打边退 这里的丛林异常的茂名 即使身经百战的精英小队 也经不住丧尸的突然袭击 混乱中 黄毛的信号发射器不慎被丧尸打掉 但他却丝毫没有察觉 在丧尸的疯狂攻击下 整个小队彻底陷入苦战 一个女兵被突然窜出来的丧尸扑倒 队长见状急忙上前搭救 他本想将丧尸拉开 不料尽直接扯下了丧尸的手臂 情急之下 队长只好抓着丧尸的头将奇异枪送走 虽然成功救下了女兵 但他已经被咬了 后来看到丧尸的声音 于是队长决定先去前面探探路 可他还是大意了 一只丧尸突然窜出扑向他 其他人听到声音立即赶过去 但却没有看到队长的声音 显然他已经凶多吉少 指挥权只能落在了副队长阿伟的身上 没过多久 被咬的女兵开始变异 阿珍见状 在变异之前送走了他 这波操作引来了阿伟的不满 两人正在争吵中 黄毛无意间在树下发现一个火箭筒 好像是之前的队伍留下的 懵逼的几人正在懵逼 突然听到基地的方向传来枪声 看来他们还活着 于是小队立刻朝基地进发 可当他们来到目的地 却发现这里异常的安静 就在他们准备进入基地内部的时候 突然出现大批的丧尸向他们袭来 由于丧尸的数量众多 几人一时间难以招架 好在另外一只小队的幸存者闻声赶来 掩护几人进入了基地的内部 他们的任务一致 于是继续组队朝实验室赶去 当他们来到楼梯间的转角处 突然听到几声枪响 队友小心翼翼地探出头一看 发现是两只变成丧尸的士兵 几人刚准备解决这两只丧尸 却被突然出现的男人打倒 他们命令男人立马放下手中的武器 原来男人就是十年前的博士 他竟然还活着 虽然已经时隔多年 但他一眼就确定 人群中的阿珍正是他的女儿 随后博士便把几人带到了他的实验室 经过十年不断的研究 博士已经小有所成 他研制出了一种 可以抑制丧尸病毒的血清 让变异的丧尸逐渐拥有了人的意识 有的丧尸甚至可以正常交流 但对于陌生人 他们还是具有一定的攻击性 当然这些只是极少数成功的案例 还有很大一部分丧尸 在注射了这种血清以后 会变得比之前更加的凶残 显然博士对于丧尸的研究 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他果断拒绝离开这座小岛 想在这里继续进行他的研究 也不会让小队带走自己的研究成果 因为信号发射器的丢失 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阿伟眼看博士不听权 只能命令士兵强行将他带走 然而下一秒意外却发生了 博士就像丧尸一样扑倒一名士兵 几个人一起合力才将他拉开 阿伟本想将他一枪送走 可博士的求生欲很强啊 赶紧叫阿珍去他的口袋里拿血清 阿珍拿到血清后 随即就给博士来了一枕 注射完血清的博士立马恢复了理智 看来这种血清的效果很不错呀 但看到这一幕后 阿伟也不敢将他带回去了 因为这种病毒一旦在城市中传播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阿珍并不赞同 这可是我的亲爸爸呀 信不信我跟你们拼命 毕竟血清已经有了不错的效果 他建议阿伟再去实验室里查看一下 说不定能找到更多的血清 这不就是我们此次前来的目的吗 阿伟一听有道理啊 于是留下两名士兵看管博士 剩下的人则来到实验室 阿珍和阿伟去找血清 黄毛带着小黑去找无线电 可两人找了很多地方 并没有发现能用的电话 这时小黑突然尿急 于是就走进了厕所 不料刚解决掉一半 就被一只突然出现的丧尸扑倒 还好黄毛及时赶到救下了他 两人只能无功而返 与此同时 阿珍和阿伟找到了博士的电脑 记录着他研究血清的过程 原来博士为了有所突破 竟然让自己也感染了丧尸病毒 可就在阿珍拷贝研究成果的时候 却无意间打开了基地的安全系统 把最凶残的一批丧尸给放了出来 好在最后拿到了研究成果 阿伟催促阿珍赶紧离开 因为丧尸已经朝这边赶来 可他还要去寻找抗病毒血清 经过一顿翻找 最终在一间冷藏室里成功找到了血清 两人这才离开这里 而另一边的黄毛和小黑回到办公室 却发现博士跟两个队友都消失了 地上有明显的血迹 这时黄毛注意到了一旁的监控 看见队友竟然被绑了起来 这显然就是博士搞的 两人立刻出发前去寻找 可等他们找到关押队友的房间时 却被突然出现的博士发现了 看着对方手里的喷子 两人只能选择束手就擒 与此同时 阿珍和阿伟在返回的途中也陷入了苦战 被无数只丧尸挡住了去路 好在阿伟但无虚发 最后成功突破重围 两人回到办公室 也同样发现了消失的队友和博士 并在监控里发现了他们 随后两人找到关押的地方 看见了躺在病床上的黄毛 旁边还躺着一只丧尸 其他队友被绑在一旁陷入昏迷 而黄毛已经奄奄一息 嘴巴里满是血迹 此时博士闻声赶来 这些显然就是他的杰作 为了所谓的研究已经无可救药 但现在阿伟需要博士带他们离开这里 因为还有不到两个半小时 这座小岛将会永远沉入海底 博士一听也害怕了 到时候不仅小命不保 自己的心血也会付诸东流 于是就答应了下来 可正当阿伟准备给黄毛解开手铐时 博士却告诉他黄毛已经没救了 因为他给黄毛注射了丧尸病毒 虽然心里无比的气愤 但遇到这种老六也实属无奈 阿伟只好亲自送走黄毛 将另外几名士兵救下后 他们便回到了办公室 但让博士没想到的是 实验室里的丧尸都被放了出来 丧尸虽然很可怕 但核弹更恐怖 几人必须杀出一条血路 无数的丧尸蜂拥而至 从各个路口不断起来 他们腹背受敌 这时博士突然看见 眼前有一只丧尸很眼熟啊 他正是十年前在博士面前 被咬的驻地队长丧坤 现在成为了那群凶残丧尸的老大 博士赶紧叫其他人从岔路先走 自己则留下来断后 等到几人安全离开 博士也被淹没在诗群中 丧坤不仅拥有自主意识 还会让其他丧尸听从自己的命令 他阻止了诗群对博士的撕咬 接着抓起博士一顿疯狂哭吃 宣泄着内心的愤怒 因为博士把他当成小白鼠 不断往他的身体里注射抗病毒血清 让他变成了一个半人半尸的怪物 解决完博士后 桑坤带着小弟继续追击剩下的人 而这边的几人刚走上楼梯 走在前面的小黑就被丧尸扑倒 虽然队友及时将丧尸解决 但小黑已经被咬了 他知道自己的结局 于是果断了结了自己 其他人顺利逃出实验室 他们分头行动 阿珍带着一名士兵去直升机的降落地点 阿伟去之前休息的树下 拿黄毛发现的火箭筒 另一名士兵去找信号发射器 通过GPS定位器 士兵很快就到达目的地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座岛上的昆虫也发生了变异 证明士兵刚拿到信号发射器 几只虫子就掉在他的身上 其中一只更是钻进了他的皮肤了 仅仅几秒钟的时间 士兵就倒在了地上 但下一秒 发射器就被水捡了起来 而阿珍这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丛林里不断涌出丧尸 士兵一个不注意当场领了河反 阿珍也被扑倒 虽然解决了丧尸 但也被咬到了手臂 他随即拿出一只血清给自己助手 接着便陷入了昏迷 另一边的阿伟终于找到了火箭筒 可他刚准备离开 就看到了被咬的队长 阿伟不得不亲自送走他 然后赶往直升机降落的地点 注射血清的阿珍终于醒了过来 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半人半师的怪物 有了丧尸病毒的加持 阿珍武力直瞬间拉满 面对扑过来的丧尸 他三下五除二就能轻松解决 枪法更是出神入化 一瞬间就干掉了好几只丧尸 解决完这些战武渣 阿珍继续往直升机降落的地点赶去 不料却在途中与丧昆迎面相撞 原来信号发射器是被丧昆拿到了 他阻止了总部队小岛的轰炸 双方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小弟丧尸自然不是阿珍的对手 很快就被他解决了大部分 这时变异的博士也赶过来加入战斗 解决了剩下的丧尸 但丧昆可不是战武渣 一拳就干费了阿珍 关键时刻 博士及时出手救下了阿珍 他叫阿珍赶紧离开这里 自己要跟丧昆来一场男士之间的决斗 两师瞬间扭打在一起 几个回合下来 丧昆明显处于下风 最终被博士送去了西北 直升机随即赶到 阿伟也来到了这里 看见躺在地上的阿珍 他急忙上前叫阿珍赶紧离开 这才发现阿珍已经感染了病毒 阿珍把最后一只血清交给阿伟 显然他并不打算离开 阿伟知道阿珍已经无力回天 只好独自坐上了直升机 博士也找到了奄奄一息的阿珍 把他抱在怀里 嘴里不断说着抱歉 毕竟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看着远去的直升机 博士大吼一声 阿伟含泪按下了火箭筒 最终 整个小岛升起一朵巨大的魔鬼 将所有东西都化为了灰烬